大家好 我想再聊一聊美国的疫情 因为在上一期节目中 我在之前说过了美国的疫情 其实它的算法以及实际情况是被严重夸大了 我仅仅就我的直观感受吧 因为数据都是在那里 不需要我再列什么数据 死亡率死的是哪些人 以及什么叫确诊人数 美国只要是检测阳性就确诊 今天检测一次就确诊一次 明天又检测又一次 它是重复计算的 而且美国现在我也没时间研究 它的医疗应该是 医疗机构应该是出现的混乱 所以最近川普在抨击 抨击各地的医疗机构 在借疫情 向联邦政府要钱 我说两个例子吧 其他不多说 两个例子来证明这个疫情 是被严重夸大的 第一 洛杉矶是全美疫情最严重的 加州是最严重的 洛杉矶又是最严重的 我们看一下确诊数 已经甩中国不知道十倍百倍了 是吧 但是呢 洛杉矶并没有建方舱医院 我们记得当时武汉的时候 多恐怖啊 方舱医院加紧盖 洛杉矶不但没有建方舱医院 而且洛杉矶现有的医院 并不忙啊 没有人啊 很多人去医院看 医院并不忙啊 没有那么多人去医院 而且也没有人 没有哪个医疗机构公布数字 说到底多少人住院啊 就诊了 没有啊 既然没有 你这个严重有多严重呢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 当年在武汉 不是当年了 当时在武汉 那么严重 就是武汉以外的人 就我哪家吧 就广东吧 好不好 那没多少例啊 当时 都不敢出门啊 没有人敢出门 是不是 送菜 哇 外面就是跟有鬼一样 根本不敢出去 空气传播 各种什么 门把手传播 就怎样都可以传播 是吧 口罩 有用吗 口罩 我不知道有几个人相信 口罩有用啊 据我了解 我戴上口罩 别人抽烟 我照样可以闻得见 烟雾比 病毒的这个体积大还是小 我也不知道啊 第一 别人抽烟的话 我戴我戴口罩 我能闻得见 是那个N95啊 第二 这里满 这里很多灰的时候 我戴口罩 我也能闻得见 灰应该比那个病毒要大吧 第三 上厕所啊 厕所不是臭吗 戴口罩 也能闻得见臭味 这口罩有用吗 当然 量上面啊 可以过滤一部分 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的 不然的话呢 就不能解释 这些医务人员 是怎么感染的 大量的医务人员感染 医务人员的东西 总是最好的吧 他总知道 他总比普通老百姓 懂得怎么防疫吧 是不是 所以口罩有卵用吗 第一个这个 我怀疑的是这个 没有方舱医院 而且 洛杉矶的医院也不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星期天去购物的时候 那个司机大哥很热心呢 带我辗转返车好几个 购物商场啊 说这里的商场 买肉买蛋便宜 那里的商场 买鞋买衣服便宜 再换一个商场 又是买什么买什么便宜 就为了买那个便宜的东西 就辗转返车好几个商场 每一个商场都有很多人啊 口罩是有戴的也有不戴的 大部分人都带 有用吗 我就 是不是 我就想这个病毒 如果说 每个人都出来买东西 怎么样的 它就要集中传播一次 是不是 所以就我的观感 这个病毒已经被严重夸大了啊 我个人说实话 经常开玩笑 我得病毒了 我又咳嗽了 感染肺炎了 其实我心里面已经在藐视这个病毒了 我相信解密文件或者过段时间 会曝光出来啊 这个病毒是一个阴谋 并没有那么可怕 好吧 今天我就想说一下这个病毒 嗯嗯